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关注一下 现在全台2018到底选战大擂台 那么选情到底如何呢 首先我们先把目光转到去 桃园市 那么国民党桃园的选情 是不是又出现了变数呢 因为在7号的凌晨 前立委杨立环在脸书上发表了 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一封信 那么文中就大酸 党提名人成学生的民调落后 而且有表示 已经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 就会全力以赴 这是他有意要 托党参选的起手势吗 先带你来看 我不相信这样的民调 重做好了 3月时不满党内初选民调 国民党前立委杨立环 气到直接转头就走 7号凌晨再度脸书po文 为国民党的桃园选情 再投震撼胆 洋洋洒洒八百字 以至国民党党员的一封信为题 内容说对党内初选结果相当失望 选出一个没机会当选的候选人 和投废票没有区别 强调团结不该沦为打击一己的工具 最后说已经下定决心了 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不只是对中央表达不满 也被外界解读参选意味浓厚 对国民党来讲 目前团结都不见得有胜选的把握 何况是分裂 所以每张票我们都需要争取 所以希望杨立环能够以大局为重 强调党内对杨立环有重要安排 更说自己对杨立环没有不闻不问 但陈学生民调始终落后现任市长 郑文蔡一大劫 地方还有得飞 三内新闻林峰宇 吴宣彤 桃园报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今晚不来休息可能还不只是只有桃园 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现在国民党桃竹家 这几个地方可能都有分裂的状况 除了我们刚刚新闻看到的桃园市的部分 杨立环 陈学胜 有可能杨立环要出来脱党参选之外 新竹县其实我们讨论过好几次了 现在你看就是 林维州的状况 是不是变成是林维州加 民进党的郑朝芳 然后还有一个民国党的徐欣 已经国民党自己本身提名的 这有三咖多 这有细咖 那么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而我们来看到的是嘉义的部分 今天就是国民党的行动中常会 来到了嘉义 那么这个党主席吴敦毅 有特别要来辅选黄敏慧的味道 但是我们看到黄敏慧 有郝龙斌加吴敦毅 今天辅选列车启动 但是这个8月3号 萧淑利就是议长萧淑利 他已经脱党了 那么他进行总部成立 有趣的是这个NICE集团 在嘉义算是有一定的 这个政商关系的副总裁 陈敬人现身在旁边了 那么党中央下令什么 说对萧淑利要兼蔽亲眼 下令黄复兴党部来消毒 还派出这个蒋万安 还有韩国瑜 韩国瑜自己高雄 已经很忙了 还要跑到嘉义市来帮忙 说要拿下萧淑利六成的选票的蓝军的部分 所以米凤姐你怎么来看 嘉义这个选情 两个女人的战争 党主席能够摆平吗 今天国民党主席 吴敦毅到嘉义去 会对于选局造成什么影响 其实国民党这三个分裂地区 有两个地区都要算吴敦毅造成的 新竹县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嘉义市也是 嘉义市是这样子的 据说萧嘉班他其实每一次都说要选 在上一次的时候他就已经表态说一定要选 但是当时是马英九跟朱立伦主政 所以马英九跟朱立伦有派人去跟萧淑利讲说 下次我们一定提名你 请你那一次退出 所以这个他们就讲说 你党中央不管你是换人做也好 或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情势改变也好 你中央是一体的 我在地方我就是认定 你中央是代表 就说黄敏慧之后就是我 所以这一次又硬提了黄敏慧下去 那黄敏慧当然他个人也有意愿 因为他可能卸任之后 比较没有事情在忙 所以他就想说再回去嘉义服务 可是作为党中央 你应该这个去协调 那把过去党主席派人去协调 跟萧淑利所做的承诺 你要有一定好好的处理 可是你没有 没有的话就造成萧淑利扬言出来选 出来选之后造成一个分裂 但是你吴敦慧还是一样处理 像处理林维洲那种方式 对于萧家班并没有再多安抚 那这是萧家班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关系人是萧家班 这个陈静人这个家族 全部力挺萧淑利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国民党会造成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那而且萧淑利来讲 对于看起来是 就表现上国民党分裂了 对于图醒哲好像是有利 可是呢这个 大家就讲说 到底对图醒哲到底是不是有利 这件事情就说 因为他可能也会 抢到所谓图醒哲的票 因为大家如果是萧淑利跟这个 不是 图醒哲跟黄敏会对决的时候 这个萧淑利的票可能会投给图醒哲 可是他自己出来稳固了那一场仗 但是问题是说 你本来在这个嘉义市呢 国民党是稳赢的 就跟新竹线一样嘛 觉得国民党稳赢哦 都是稳赢的 因为当时大家对于图醒哲的政绩 是有点批评的 所以当时黄敏会也是觉得说 我民调高这么多 我下去一定不会选胜 我一定不会选输 所以呢我就是打了把握仗下去 没想要杀出一个肖家班来 所以对于这个整个嘉义市的选情 这么大一个冲击 我觉得吴丁毅在这个协调方面 我觉得吴丁毅很奇怪 在行政院或是过去的重政经历里头 都是号称是这个最会协调的人 而且是没有脾气的人 可是他展现在在2018年的 这个选举布局上面 是充满了硬脾气 而且还有一点赌气 对于肖家班这样的一个派系 其实他已经说参选很多次 他还让过国民党非常多次 难道不能够再派人再去协调吗 你吴丁毅到底有尽力吗 然后新竹县也一样啊 人家还没有登记 你就跟他说再见吧 林维州 那所以说那这个整个分裂 到底党主席要不要承担 非常非常大的责任 如果你身段放软一点 搞不好这些事情都可以消弭的啊 所以孝俗力的参选 对于嘉义市的部分 是非常大一个变数了 那本来是这个 国民党会可能会再拿回来政权的地方 可能因此受到非常大影响 好 刚刚的这个敏锋 你亦有所指的说 如果不要分裂的话 这个其实国民党有可能是 可以拔下这个嘉义市 再让这个所谓绿地变蓝天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国民党今天不只是把中常会开拔下去 我们来看 郝龙斌还带着黄敏惠造势 结果退党的女议长 强势插花就抢镜头 刚刚我们稍早看到这个画面 而且呢 消除力之前还说呢 要带吴敦义一起到庙里面去发誓 为什么说要带吴敦义一起庙里面发誓呢 吴敦义就说随他去吧 我们现场 嘉义议员 你平党来 你来看这个嘉义市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 国民党是分裂的状况 这个是真的是对民党比较有利吗 你怎么来看这个选举 我觉得今年的选举 虽然是地方首长选举 可是选举的氛围很奇怪 以前 一般来讲 如果说一个政党 约束不了自己的党员 大家参选爆炸 不管党不党 即大家要选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势大好 这次不算他有买乎 管他一把危机处分 先选再说 因为大家都可能有拿到票 一种是本党情势大坏 赶快要跳船 那但是呢 这一次来看 到底是国民党情势大好 还是国民党情势大坏 是民党情势大坏 还是民党情势大坏 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过去民党在野的时候 跟国民党在野的时候 怎么样约束自己的党员 不要分裂 要团结 民党这个诉求 说就是忠诚嘛 你说以后啊 人家会检验你哦 民党支持说 如果你这是 违反不听党的分裂 那以后呢 选民会一直追着你的账算 对 班班可考 过去的例子都不讲谁 那国民党是什么呢 国民党在朝的时候呢 他用什么 资源 说他一定会有安排啦 刚刚我就听到 陈委员那句话说 党中央一定会重用啦 如果国民党是在朝的时候 要说 要搓汤圆啦 说哎 不要大家搓再选 其他的我会安排 说得过去啊 现在刚好相反 国民党已经不在朝了 那他要怎么样去摆平 这个出来的党员 你怎么去 用什么方式 那民进党现在是在朝啊 民党自己有遇到说 有些地方 也是要争出头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的氛围呢 可能我们来看下 像日本跟韩国 大概尤其韩国 会越来走向什么 走向由总统大选来牵动 所以这次2018 我们看到很多 县市长的选举 党内 执政党也好 就国民党也好 民党也好 各自都有摆不平的情况 其实都受到什么 2020大选的牵动 有人都在往后面看 那所以呢 我觉得说呢 今天如果以 纯粹以嘉宜来讲好了 刚刚明峰说的很清楚吧 交加班长期了 他国民党里面 他是地方的一个 很大的派系嘛 坦白说今天你国民党 谁当家做主 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要不要选 我有实力嘛 那今天呢 国民党现在没有 在当朝执政 他有没有资源筹码 来把它摆平 没有嘛 那更糟糕的是什么 现在国民党连党产都没有啊 那没有党产 那可能国民党很多的 他们的从政党员都说了 很骄傲 这个我们这次 就像小英总统说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 没有党产的选举 言下之意 以前都靠党产 那现在真的没有党产了 那你怎么去摆平 地方的诸侯群雄并起 我是觉得 这不只是在新竹 这在嘉宜 而且新竹那个地方很明显 这里面一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柯文哲的因素 因为很多人都赌什么 2020他这次选完 他要组党 组党之后 剑指2020 那2020如果柯文哲 有机会搅局 那今天那么多人 多方并起 不见得 台湾就是一个 稳定的两党政治 不见得就是你国民党 或民进党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一次的地方选举 隐隐寒寒 把2020的大选因素 把柯文哲的因素 加进来 已经产生了各政党 都对自己内部 政治人物的下一步 他要投向来的阵营 已经产生了变化 好 所以说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真的对国民党来讲 一方面是因为 没有党产 所以很多人 没有办法被处理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萧淑丽 他在邀请 这个吴敦义 陪他去庙里发誓的时候 拜拜发誓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这边写说了 他就说 因为吴敦义 屡屡说谎 所以他就邀他 今天下午4点 到城隍庙来发誓 但是吴敦义 简单的回应说不要问 随他去吧 还有千万不要违背良心 任俊 为什么一个选举 要到庙里面去发誓 到底党主席曾经 说了什么谎 让这一位就是 其实他可以直接在选议长 继续当议长嘛 如果说像米凤说的 国民党不要分裂 那么如果黄敏会 选上市长 一定在地方上 很多就是可以有制衡的力量 那他为什么议长不当 要来出来跟他两边对战 我觉得从政就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各自都有 自己的这个盘算 那个盘算可能不只是 第一个人 第一个是自己 政治生命的延续 那第二个很有可能是 比如说家族势力 或地方上面 有很多可能是 不得不为的一种想法 跟做法 那这个情形 不只在嘉义曾经发生过 我们在基隆的时候 那时候也讨论过 就是说 那为什么他们会 最后弄成这样 那最后反而是一个 一个由协力公出现 反而不是民调第一个 那我其实觉得 你刚刚说 为什么要到庙里面去发誓 这台湾的选举文化里面 很超爱 超爱去庙里面 大家都说那个鸡好可怜 每次咬爪干嘛的 都倒霉都是那个鸡 那现在这些年 已经比较少这样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到神明里面去 到底谁讲话是谎话 谁怎么样 所以你会看到 有时候先讲这个话 似乎感觉好像 站在一个头的位置 说我咬 你咬吗 那所以我觉得 它其实呈现 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说 刚提到国民党 那个混乱的这个情形 因为不是只有一区 您刚刚在这边 地方已经整理出来 比如说像桃园 新竹 嘉义 所以它其实呈现 是一个整体的状况 就变成是什么 就党如果它本身 很弱的时候 它可能对于 这个所谓的 它的从政党员 或者对于 它的党员 一般的党员 它的约束力 就变得比较小一点 那变得小的时候 就变成是说 我觉得如果说 因为它没有党产 就没办法O-M它 我觉得这可能 对国民党来讲 他觉得说 问的不是影机 因为我们那么多 用这么多 这个在几次里面 这个节目里面 这几年讲到 这个国民党 党产去住选举 很多市议员都讲 我也敢拿着五万块 今年又说 我连五万块都没有 都要扣自己了 那所以我觉得 从另外一个角度进来看 地方上有实力 他才敢跟你大声 那党面对到 就是这些开始 逐渐分裂的 这个态势的时候 党会用什么样的 一个方式去做面对 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讲说 没有我们要做什么 请差利 所以你去 听起来讨人厌 就是说你到底 有没有这个心 愿意去协调 因为同样的状况 不是只有嘉义 可能嘉义今天是因为 已经搞到 就是说大家去发誓 他回了一句 随他去 那不是啊 刚刚我们看到 还有桃源 不是也有这样子吗 桃源也有人 也有人讲说 我觉得那个民调 不公平啊 我觉得不然 再来做民调啊 那同样的事情 只有在这里吗 感觉上也不是 为什么 你说像林维州 林维州那个 林维州也讲民调啊 结果党主席 吴敦一被问到 说你不要每次都讲民调 我们不是讲这个民调 那就搞的就是 当这些地方势力出去 以前我们看到的国民党 他是有一个 一个绵密的一个组织 他的党中央的人 会下去想尽办法协调 所以以前 你在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最常收到 因为在选举期间 那时候曾远泉当秘书长 我最常收到新闻稿就是 秘书长曾永泉 今天南下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呢 大家一起高呼团结 然后一起高呼圣选 然后就这样 现在我很少看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党中央 他如果你自己本身的 能力不够强 或让党员觉得 我今天只依附在你这个党 你看这几个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认为 我脱离国民党 我都会赢 这才是这几个 他今天赶出来 跟你较证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 以前我们大家就讲说分裂 一个政党如果分裂的话 很难得在 会很难在选举里面 他会赢 但是今天这几个 今天出来呛下 他反而都觉得说 我个人的地方实力 大过于你的政党 所以我觉得当他开始一起 两起三起 整个大家都串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很关心说 吴敦义说 那你到底 到底你们自己 在整体作战上面 第一个 你的规划是什么 第二个 你对于这些 曾经是你党内的 这个同志 或者他现在 其实还是在 国民党的党内 只是可能因为 这个选举的关系 他可能有讲了一些 气话 讲了一些重话 或做了一个什么情况 那你是直接就觉得说 没关系 你如果没有选择力 那随你去 随他去 我讲实话 就是说对于政党发展来讲 他不见得会是一个 你等于是逼他跟你切割 你把话给做 你今天动了林维州 林维州马上去登记 讲说 那我就开始要 要成立这个政治先进专户 那你觉得 这是不是逼他 一定要上梁山 所以我觉得 从这里面看 就是说 国民党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最质疑的就是这一个 吴敦义看起来 他很累 你看国民党朋友 每次都帮他辩护 讲说 还真辛苦 还要赠三千万 党主席也不是只有 一个中级 那选举的部分 他还是需要想进行办法 因为吴敦义曾经 自己夸下海口讲说 他当选国民党 党主席的那一天 就是准备要带国民党 重返执政 现在看起来 还不用想2020 可能在2018的这一战里面 有很多地方 你就已经实质在分裂了 好 洛宇我们来看 比如说以嘉义 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很清楚地看出来 就是消除力到今天 都还要拉吴敦 去庙里就做 要来发誓 要去城隍庙 但是呢 其实选举就是讲实力 包括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在8月3号的时候 消除力跟黄民会的总部成立 而大家注意的是谁 是一个在地方上 非常具有影响力 在嘉义有影响力的 就是NICE集团成家 那么成家呢 就是包括了 他的这个副总裁 副总裁是出现在 消除力 消加班的场合 所以说 这个对于整个嘉义市的选情来讲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嘛 NICE集团就是陈以珍嘛 那个就上次国民党提名 他的那个 选嘉义市长的候选人嘛 那他现在是杨伟宗嘛 那杨伟宗是在 国民党那个总统大选 一落选以后 他马上宣布退党嘛 所以NICE集团去支持 不是国民党的人 那当然这个本来 本来就是这样子 其实真的没有错啦 那个刚刚 刚刚任静讲的嘛 选举里面最可怜就是鸡啊 那个大家都要斩鸡头啊 到庙里 可是国民党选出来的吉祥物也是鸡呢 庙里 顶先的啦还没选出来 对啊 那你现在看看嘛 那个 其实你萧淑丽 当时在嘉义的时候 大家就说好嘛 那就民调嘛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要那个萧淑丽 你让陈以珍 说哎呀你这一次不要选 那下一次让你选 那假如上一次是陈以珍当选呢 那现在这一次也不会轮到他 陈以珍也会继续练任 啊到底是谁跟他谈的嘛 所以这个应该是 应该要去问那个 当时当时的一些秘书长啊 或是谁嘛 应该问曾永泉 其实没有错啦 那委员现在就是 自家人分裂的时候 选情可能就会受影响咯 对啊 还是你觉得说没影响 不是啊 事实上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东西啊 没有办法说超自在我啊 假如说好 你说大家讲说 哎呀 吴敦丽怎么不去协调 吴敦丽怎么不去 不去 不去那个 去说服他嘛 那你又看他要听了吗 对吗 你说好嘛 以前 像民进党有的是资源啊 假如说地方上有谁 那个 那个要出来选 比如说好 那时候他们的嘉义线 是分裂了嘛 那就有一种传说说 哎呀 那已经安排了 那个现在的 那个县长张花罐 然后到某个职务去嘛 那国民党现在又穷 又又又没有资源 那你说今天国民党 你跟他谈什么嘛 让他小语大意嘛 吴主席不是不做 是真的无能为力 你跟他小语大意 小语大意 那是一个名字好听嘛 包括你高嘉宜 你高嘉宜 你跟他小语大意 他也是要去支持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 柯文哲有资源嘛 不是说一口讲说 那个你有关说 现在听说啦 不知道有没有事 只要是高嘉宜 跟王伟中的那个 像台北市政府 曾经的案子 只有两个都要过 如果村子大家都不过 对不对 所以 对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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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柯文哲也跟他讲 他问他说 你们 你跟我更好的市議員 不然你要提什么 你们说就好 是不是 柯文哲也自己讲 不然你要提什么 你说嘛 其实这个例子 高嘉宜这个例子 一弄下去 以后大家都有什么 都有不支持小英的自由 以后假如说好 到2020的时候 国民党提出一个 那个 民进党假如是 还是有小英连任的话 那我也可以不要支持 我也可以去支持别人 我可以帮别人讲话 柯文哲也很厉害 以后就变成 没有 没有 支持小英的自由 所以也帮 替民进党开个例 那现在国民党 国民党是怎样 国民党现在在野嘛 那有能怎样 比如林维州 其实林维州 跟柯文哲很像 为什么跟柯文哲很像 因为当初 当初最支持柯文哲的人 都离开柯文哲 那柯文哲从来没有 检讨自己 他都在问说 你离开我的人 不是无论 我穿的 就是怎样 都是你们在变 包括姚老师 那时候在他上次 选取的时候 是挺全力帮忙他 还有那个什么 检医院 还有他办公室主任 那现在怎样 现在说一个一个离开 可是柯文哲怎样 看着讲的都错 都怪别人 我们拉回来 林维州 林维州也是一样 当初地方上 新竹 新竹的地方上 那些市议员 那些明代 那些村里长 包括议会的议长 包括新竹 克森圆区的这一群人 当时在林维州 在选立委的时候 是多么的努力 去帮他忙啊 那为什么这一群人 都现在被人全部还他 而且也跟吴敦毅 吴主席 秦桑说你若提林维州 有四爷在带给他算 那你四爷带给他算 那你国民党怎么办呢 国民党怎么办呢 那当然就只有说提一个 比较地方上 比较能够接受的人 那这个只有 这个也是一个党的 党的一个 等于他所需要面对的嘛 那你赶紧林维州 他如果要算 你知道吗 叫吴敦区给他下跪哦 还说叫谁去求他 以前 其实以前你说国民党会很浓会协调 比如曾永泉 曾永泉在立法院 我们都叫他妈妈伞 为什么叫妈妈伞 就他很会协调啊 他很严重啊 而且他头也很低啊 身段很暖啊 到哪里都可以求你 那新竹他下去四次耶 他去协调四次 难道他没有好好去见林维州吗 但是林维州因为说 我就跟他会调啦 我一定会调啦 所以如果说一定会调 所以我不这样觉得啦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刚刚委员也特别提到了说 民进党在嘉义线的部分 但是民党在嘉义线的部分 到最后仍然是用一个科学的数据 来作为提名的支撑啦 那个东西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一个党有没有制度 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党主席有没有按照 党内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 有没有先守法守则这件事情 我觉得才重要嘛 那所以现在 嘉义有 我们嘉义有民调喔 还有桃园也是民调啊 可是还是有人 新竹县就没有嘛 新竹县就没有 新竹县是比较特殊啦 国民党的基隆民调也是蛮特殊的 那是第一名字一退啦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我会认为说国民党其实在这几个地方 其实都有各自 面对各自不同的问题 那所以回归到最原始的 就是这个党主席到底有没有领导的能力嘛 你能不能够拿出一套说 我有这个东西做支撑 所以我尽全力的来说服你 而你看到我拿出来的这个证据 然后你也没辙嘛 譬如说林维洲的事件 那林维洲的事件其实是党内的国民党团都支持 都支持林维洲 这也使得这个 这个吴敦毅的领导就会显得更为薄弱 就会更没有 没有这个党主席的力量 那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其实吴敦毅你当时选党主席的时候 一轮投票过半呢 应该是在党内是不二人选 当党主席的不二人选 你威望够 分量够 然后你这个能力也强 你才可以一轮打败所有的天下无敌手 可是你却在党内提名的这么多个县市当中 没有展现出来你的威望和领导的能力 这个才是被人家质疑 更何况党主席跟党员在那边互骂 你看看他过去的历史 然后党员也要互骂说 走我们去庙里发誓等等 就是会弄得非常的难堪 而使得这些地方本来 这一次或许对国民党整体的大 整体的气氛上面说不定是有利的 可是却自己搞砸了自己的一盘局 那所以我会觉得 最后的问题仍然得要回归到说 党主席你到底有没有领导的能力 你到底有没有展现出 你是党内唯一颗最亮的太阳的那样子的实力 好来我要承接这个时期的说法 就是说吴对义现在面临的就是我们看到的 刚刚讲到新竹县 然后就是嘉义市以及桃园 其实陈学胜的部分我们知道就是 没错他的民调一直都输给郑文蔡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郑文蔡这次的联任 可以说是六都当中希望相当高的 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就来了杨丽环还是要在脸书上发表公开信 给中国国民党员的一封信 还说什么 他说喊团结于事无补 只是粉饰太平避免崩盘而已 还有呢什么呢 他说呢就是杨丽环下定决心 要做的来这里 导播这边 好 下定决心 那么必定全力以赴 不畏贤难 不畏贤阻达成目标 这就是我党国先天的精神 也是桃园女儿的精神 更是跨世代新桃园人的精神 那么成就桃园大时代 让我们一起团结胜选 团结他讲团结 那么迎回桃园 所以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 挑战这个民调这么高的 这个 这个 郑文灿 郑文灿 然后呢 其实他党内还有一个 自己提名的陈学胜 所以这背后到底说 是因为党主席 搞不定呢 还是说是因为 还有别的太阳 也在里面较劲 这个蓝的议员张江春就说呢 吴敦义朱立伦 桃园案较劲 来 以文你怎么看 刚刚主持人已经点到重点了 吴敦义本身 领导风格是 也是有很多争议 领导能力是有问题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很多问题 三个太阳 而且就好像嘉宾委员 首讲 这次的选举牵涉到 再来的总统大选 还有下一次的立委 就变得复杂 当然 刚刚讨论的三个首长的选举 看起来不同区 有不同的问题 但是都跟领导微信有关 因为他没有征照一定的制度 这个当然本身自己 有时候就很难再去说服 其他有意见的 那桃园的部分 我都认为刚刚主任提 是有时候像新主委是一样 想提那个人可能就是 鼠疫后面 再来的总统选举 大概是谁的人 在主导这个东西 甚至于立委 选举的时候 这次有谁出来 下一位可能 虽然县长 市长看起来没机会 但是县长立委的时候 总是先热水一下 都有这样的可能 那刚刚提到那个嘉宾的问题 会要跟主席一起去到庙里面 像这样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承诺 或是就是相互不信任 各说各话 就是有诚信上的问题 才会要到庙里面 真的是这样的 那我看刚刚讲说 陈家会去帮那个肖家去 对 会去站台 如果说上一回那个协调 是说你来帮 他如果真的有帮 给予回报也是应该的 那我当然不知道说 当时的黄敏慧那个时候 有没有真正去帮那个 陈以珍 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错综复杂的一个问题 当然如果说 当时的国民党 中央在协调过程 有讲说下一回有机会 或者说有当选 以后再来轮到你 或是没有当选 当然也不会讲 我准备当选 就是下一回 陈以珍之后就是你 如果这个就是有承诺 当然会引起不满 因为你承诺在先 又没有这样去做 我认为说 很多问题事实上是 跟你领导风格有关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前提 那你最起码要先去沟通好 再做应该会比较好 好 先休息一下 国外回来 带您来看的就是 昨天北减呢 初级 那么对于的 这个所搜索的对象 是统促党 那么带回了 13箱的证据之外呢 到底这个案情 还有什么内幕 值得我们追踪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聊到的是 在国民党的内部呢 包括了新竹市 新竹县 嘉义市 以及呢 就是桃园市的部分 尤其是杨丽环的动作 大家觉得说 这个初选结束之后 为什么他还是要发表 这样一封所谓 给中国国民党员的 一封公开信 尤其是我们知道 在桃园的部分 明明呢 郑文灿的民调 领先程序是很多的耶 所以敏凤你怎么来观察 杨丽环这个动作 敢有赢民 那如果说没有赢民 为什么还是坚持到底 这个感觉是已经有点 想要继续选下去的 一个棋手势了 对啊 其实他跟这个 当然以前真的在传 傅昆奇要去桃园选的时候 其实他就有讲说 他也要托党竞选嘛 可是如果就杨丽环来讲 一个托党国民党的人来竞选 那跟陈学生也没什么 因为就面对这个郑文灿 说实在也没什么胜算啦 你反而只是把这个党 给托垮而已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在国民党里头 更弱势而已嘛 那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这个 整个江湖就在讲了 就说杨丽环这一局呢 是打的跨县市连线的 这个计划 就说他如果脱党 就变五党籍了嘛 那台北因为有个柯文哲 用五党籍的身份 这个很红啊 红的要命嘛 然后他在这个隔壁 隔壁的新竹县 也有个五党籍 他是算民国党啦 但是他其实就是 泛白色力量 对 就是蓝绿之外 第三党 徐兴嘛 徐兴也是民调领先 前面两名的 所以他如果造成 他如果营造出 这个陶竹跟台北市的 这个五党籍 做连线的时候 对他是非常 就是他觉得在这一局里头 也有也许有一拼的这个胜算啦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杨丽环主动的 因为他想要参选嘛 我觉得这个倒是不是 吴敦毅的错 是他自己本身对于 陈学胜的打法也好 或是说陈学 对对对 他有很多意见 他可能在民调上面也 差了一点点 所以就有点不服输的 这个意思 但是他也想得很清楚 如果我单纯用落败者 出来挑战这个所谓 党内初选真正提名的人 我在正当性 有一些不足嘛 我气势上也有些不足 所以他就走了 五党籍的这个风潮 他想要去这个联络北边 联络这个新竹 做一个串联之后 他当然在气势上面 未来在三个月里面 就会变成一个连线的报导啊 那当然这个对他 现在有的处境 就有非常大的不同啊 所以说那你就要看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因为前阵子还在 忙这个什么司议会 还有什么东西的 可是8月30号要登记了 所以这个连线到底会不会成功 其实就要快要揭晓了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杨丽环 在傅昆起学内政 他只是露出来一个线 可是他现在呢 慢慢的就露出越来越整块 那整个他派人去布局之后 如果成功了 那我觉得那个8月23号 就是整个国民党又在桃园 又是另外一个分裂的县市 好嘞 这个时期 如果说今天真的国民党里面 包括有人出来 真的成立所谓的 无党级的跨联盟连线 其实不断的在之前 大家都有提到柯文哲 会去找友军 他要走出台北市 如果徐新银 柯文哲 加杨丽环 串成一个五党的连线 对蓝绿两党来说 候选人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当然会是有影响啊 因为其实之前就有一些政坛的听闻 就是柯文哲其实还蛮这个 动作很多 我是说台面下的动作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跨越了中南部 甚至于到南边 他都有跟一些特定的政坛人士在做接触 那解读起来 就是政坛人士的解读是说 他有程度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北到南的串联 譬如说在嘉义 他也不认识萧淑丽 但是他有送萧淑丽花 前两天的新闻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些 已经脱离了政党的色彩的这些人 到最后都有可能变成说 这些人组合成一个 不管是新的政党也好 或者是大家用一个白色力量也好 但是他起码会是一个连线的力量 就不会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那因为现在柯文哲看起来的声量也够 他的能量也够 譬如说他自己也跑到台南去办签书会 然后也创造出一个万人空巷 大家都来跟他要签名这种气势 也就是说他如果是他出面做这个带头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会是 对于其他政党来说会是有杀伤力 那因为也的确有非常多的民调都写出说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对于政党的信心啦支持度啦满意度啦喜好程度都下降的状况底下 新生出来的这一条连线所谓的无党的白色的这些力量 会不会接下来在台湾政坛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力量 我觉得那个还蛮值得观察的 而这个东西其实需要就是两情相悦啦 就是地方上面的人有这样的意思 那柯文哲也有这样的意思的时候 这样子才会一排集合啦 好那么对于台湾的政党来说 当然除了蓝绿之外 其实曾经这个清明党宋楚于带领之下 也篡起一股风潮 其实不是说永远就是一个平衡的两大政党的状态 所以说柯文哲可不可能带领这些脱离的蓝绿之后的政治人物 串联这个所谓的无党联盟 或是另外第三势力联盟 我们会带大家持续来关注 而另外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当然就是昨天北俭的大动作了 那么就是呢 其实遭到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那么包括了有陈其迈 以及呢就是邱毅颖直疑 就是每年呢 这个董祝党都接受中国政府的津援 那么呢 北俭昨天兵分多路大动作搜索 带你来看这则报道 从统促党党部办公室 搬出一箱一箱的文件 查扣相关电脑主机 因为检掉掌握证据 怀疑统促党的资金背后有中国令字 这里的工厂 这里的公司 对不对 那怎么用 我的事 不关你们的事 虽然口口声声说 资金来源一定合法 但民进党立委抽一赢之一 中国政府每年资助统促党500万元人民币 甚至因为白狼的关系 曾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给竹联邦 而北俭掌握证据 怀疑张安乐的儿子张伟名下旅行社 负责处理资金流向 但张安乐博士否认资金来自中国政府 身材壮硕的男子 追权挥打手无寸铁的大学生 他是张安乐的儿子张伟 去年9月台大声抗议中国节目占用 并破坏校内操场时 统促党现身搞破坏被北俭盯上 一干人等遭到起诉 后续更怀疑统促党涉及组织犯罪 以及有非法金流 我儿子成立一个旅行社 当年借了大概资金 借了600万还借了多少 他说你是虚设公司行 旅行社没有虚设 只是说资金有跟人家借 北俭这次展开搜索 共带回统促党党部 持三箱文件以及电脑主机 甚至连张安乐的手机 也遭到查扣 到底有没有中国资金 助益统促党 随着证据遭到查扣 必定会水落石出 单位兄弟 刘比较江翔 SNU小组 台语师报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为什么会让这个北俭大动作 主要就是大家都在怀疑 就是说统促党这样一个党 他每年的政治现金 只有一百多万 但是事实上 这些年来 统促党在很多政治活动上面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哇当金锥 来 这个自由时报 让大家整理了 统促党的政党 涉及的争议事件部有什么 2014年4月的时候 太阳花学域 统促党到场叫嚣 还与学员爆发冲突 那时候王世间的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当中出现的 好 2015年的8月 还有什么 教育部反克刚抗议 那么统促党到场 劝学生回家 2017年2月228纪念 那么统促党到中正纪念堂 来抗议与独派团体 爆发冲突 并攻击警方 2017年的6月 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林飞凡的婚礼 大家还记得吗 统促党说 我们要发动活动 来路过 2017年的9月 还有什么 就是中国 就是这件事 中国好声音 在台大举行 就是说统促党 以这个甩棍攻击学生的 见血事件 以及呢 再来就是2018年的9月 那么美国在台协会 在内湖就是前一阵子成立 落成典礼 统促党也到场来抗议 所以委员 统促党这次被查 但是张安乐 昨天出来开记者会 他直接说 你们民进党 也是台湾屋集团 我是中国人 我赚的钱当然是中资 你们不要随便乱扣我罪名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熊熊听到张安乐 还没有他白狼的名号 来着台湾 在政坛或社会来着响 但他虽然名字为白狼 但他颜色呢 大家都很清楚 统促党摆明的就是红色 他也不忌讳这一点 打着这样名号 在台湾社会的政治光谱上 大家都知道你是红色 但是在社会光谱上呢 有人说他是黑色 那你说 很多统派的人士 其实对统促党是有意见的 因为你摆明的就是 会言说我是 我有点代言人的味道啊 那很多统派说 让这样的背景的人 在社会上的形象不好的人 那仿佛 中共怎么会找这样的人来 在台湾社会上做功夫呢 错 其实呢 中国北京不是只有找这样的人在台湾 为他未来的统一大业做功夫 我们看看香港 法轮功在中国 北京眼中是个眼中钉 他们怎么对付 他找流氓对付啊 在香港啊 在香港很多街道啊 插旗子啊 地下体啊 只要法轮功在半战了 他就把你围啊 流氓作围有没有效果 还是有些效果啊 但是我要谈的不是白狼 谈的不是统促党 不是他的资金来源到底是谁 因为他的政治光伏在台湾社会 大家都有定见 我要谈的是说 今天北京在面对台湾 这样一个多元民主 言论自由的社会 他除了可以利用我们的主党自由 让这样的一个统促党 公然的在台湾去鼓吹 为他唱歌之外呢 他还要积极的运用另外一个白色力量 我言续的刚才是说 其实台湾过去呢 现在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过去我们台湾希望能够发展民主 我们要过去把动员开乱时期 独裁统治呢 把它终结掉 我们有了民主 有了多元之后 台湾开始走上一个 比较稳定的两党政治 过去可能在亲民党的时代 在台联的时代 台湾都经历过有大党小党的情况 但是接下来2018到2020 我们会看到呢 不排除有第三个政党来兴起 那他的兴起的目的 当然白色力量绝对不会可能成为 北京的代言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的存在对北京在操弄台湾的政治 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如果是只有稳定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话 你看看民进党的 民党很清楚嘛 台湾优先 台湾为主 国民党的本土派 主流派 也绝对不会说出 一中各表底下没有了 对不对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国民党的主流派 尤其贴近本土的中南部的 他绝对说 一个中国要各自表述啊 现在北京有跟你各自表述吗 不给了啊 那平的是什么 平的是他也看清楚了 因为未来除了民进党不可以改 不可能改变 国民党不敢公开的讲 但是呢 有一个政党呢 他可以来颠覆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 刚刚民奉所提到的 五党连线 未来他的下一步 就是要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这样的总统候选人 他可以标榜的超越蓝绿 那么呢 摆脱统独 然后呢 他所做的作为呢 可能就可以成为北京 他在操弄台湾的民主政治上 最有力的一个友军力量 我要说了说 白狼或统处长 只不过是中国方面 北京方面 很明正言顺的 用你的台湾的民主自由 政党主党自由 他摆在台面上的 但是台面下的 他真正要的 不是那什么五百万的 什么人民币啊 他真要的是帮助 另外一个第三司令起来 好 所以对于北京来讲 其实现在政府要关注的就是 有没有可能 所谓境外的资金 来影响台湾的政局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下 我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昨天北检搜索了统促党 那么就是查 有没有到底 有所谓的中国的资金 那么他们去年 政治现金一百七十三万 却能经常动员参与城抗 另外就是被检举 有地下会队 张安乐父子是请假 所以没有盗案 接下来后续会再进行征讯 但最重要其实就是这个部分了 境外势力的影响 那么选举其实才是 调查局 其实检调相关 要关注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带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之前的新闻 但是这个是在 王炳中案发生之后 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单位 它是属于中国国泰办的 外联办事处 那么外联办事处当时被提到 在跟王炳中的 这个共谍案有关 而现在他真的是控制 台湾的黑帮吗 其实任俊 其实大家最怕的 就像刚刚进广告之前 委员所讲的 就是说中国的势力 渗入的是透过了一个政党 之后转型之后去颠覆 或者制造 其实台湾内部的动乱 而这个所谓连外办事处 是不是一个关键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要有一个 很清楚的界定 而且这个要界定能够成立 我觉得这个检调 必须要花很多的心思 当然检调在这一次里面 你说他搜网去带回了 您刚刚说十几箱的 这个证物的东西 我都甚至不敢讲说 他是算证据 因为他现在就是把相关 你知道检调去搜东西 这这这这这 还是要靠起来 慢慢来看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政治现金法里面 其实他有很明确的规定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检调这一次去搜的原因 是说他将近五年的 政治现金专户里面 那以统促党来讲 他的党员有三万人左右 但是呢他五年的这个专户 只有一百万到两百多万的 个人捐赠收入 那这句话我就比较有趣 就个人捐赠收入 跟企业公司捐赠收入 是差别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规定 就是你个人可以捐 那你公司的部分 他有规定讲说 第一个你两种公司不准捐 第一个就是 你公司有亏损的不准捐 第二个就是 你的公司如果有外资 你就不准捐 那所以他其实严格到 不是只有中资不能捐的人 连外资都不行啦 其实就是外国势力不能介入 对 那所以你看 他第一个怀疑的理由是说 因为我看到媒体的写法是说 一百万到两百多万的 个人捐赠收入 那你个人你要怎么去认定说 他这个个人是拿哪边的钱 我觉得第一个难度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公司捐赠的这一块 那除非你有很明确的说 他有收受到外 他本身自己公司有 这个外资的持股比例 那你才有办法讲说 他违反这个政治现金法 那你说他的收入跟支出 没有办法形成正比 我讲实话 您刚刚用字很谨慎 特别用了一个妈 所以问号 虽然今天父亲节妈 还是要比较取一下 因为它是个问号就代表是 过去确实有很多的传闻 你在想我们上次在修 这个立法院在修 这个组织犯罪条例的时候 那所以也提到讲说 是不是有接受外来的资金的部分 然后在国内从事一些 可能是危害社会秩序的 一种行为 那重点就在于是 这个A跟B 你怎么做一个连结 所以我觉得今天 比如说像统促党 他今天会出来讲说 那他的公司 钱来自于中 他的钱来自于中国 但是中国的意思指的是 他在中国大陆有公司 所以呢 他现在只是把公司的钱 拿来用 你们大家都管不着 但我觉得就是说 对这件事情来看 大家会比较关注 就是说除了统促党的这件事情之外 在上一次 其实是因为有王炳中 他们的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在那一次事件里面 检调是确实经过了调查之后 然后把这个案子 移送到司法侦办 那移送司法侦办的过程当中 就您刚刚所提到的 有一些的单位 在这个过去里面 他确实可能扮演了一个角色 那这个角色到底是不是真 或者他只是大家碰轰 还是怎么样 我要讲 因为司法到现在没有 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定绝 可是我觉得国内大家民众会不喜欢一件事情 就是说 选机我们就选自己 不要有太多什么机怪怪 你这边也要管 那边也要管 你今天任何一个人 当然都有自己的政党的这样一个理念 就是台湾最可爱的地方 你今天希望在这边秀一个 讲能听点 有人觉得中华民国国旗很漂亮 有人觉得说不行 我要搞一个美国什么多少州 结果后来也被超了 但是超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主张 而是因为他其实是 他有这个所谓的恋财 或者是有这个变卖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政治立场上面 大家都有办法去表达自己 这是大家觉得台湾民主最棒的地方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背后 确实有一些目的 或者是有人去怂恿你做这些事 而这些人其实他不是来自于国内 我觉得他就会比较没有办法 在国内里面收到民众的认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国内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最新的现场 带你来看一个讯息 那么就是其实民主党委员说 这个政党法本来就规定了 不可以有中资 而统促党其实摆明了违法 但是统促党除了到底有没有所谓 中资介入之外 其实媒体也报道了 其实在统促党内部的成员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员呢 其实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关注 那就是像有竹联邦的 隐身统促党 那么甚至于有所谓的 这个暴力抗争不断 那么其中到场参与很多活动的 这些人大多数是赐龙赐凤 所以引人注目 来 议员怎么来看 这一次的搜索 我相信检调有相当的政绩 才会是有动作 其实他们也是应该是很谨慎 当然被讨论的有三个吧 第一个当然就是资金来源 有没有违反政治现金化 再来就是可能有指示暴力的这些 从他的一些之前的活动里面 有看到类似的 当然更怕的就是有国安的问题 既然会采取行动 我想那个我们的检调 也会面对社会的一些批判 尤其对政党更敏感 所以我相信有一些市政 市集才会 而且这个有相当时间的一个收政 那当然征讯的过程 从会计或是他们的民主长这边 先征讯 那张安乐跟他儿子本身 就请假还就是稍微拖一下 但是应该该收政的 该问的 从旁边已经有一定的处理 我认为说 这个是每一个政党都该遵守的 如果有外资或是外力 就是国外的资金进来 当然就会影响国内的政治 这个在其他国家都一样 在美国 先进国家都一样 他不准外国插手我们的 尤其跟选举有关 尤其是政治事物有关 我认为这样处理还是必要的 好来 郭委员 那个当然我想那个警调 应该有掌握某一部分的证据 因为你现在要去搜索那个政党 不是那么容易 要跟那个法官去申请那个搜索票 是 那你看看那个王炳中的案子 是在起诉书里面很明白的写出说 国台办有介入 介入那个提供资金给王炳中 然后有每一本两本 然后有每美国书 那你现在想好 那现在同处长 你现在除非能够证明说 他的资金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公司的那个政府 假如他今天他的资金是来自于 那个白狼 就来自于白狼本身 他在大陆的企业 赚的是他的钱 那他把他的钱汇回来台湾 那比如说他有办很多活动 因为我们现在直译说 你的政党的政治现金才200多万 怎么可能会支应你这么多的一个活动 那假如说他的一些活动 都是白狼自己本身 我个人监住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办个活动 我就是要请一些人 我要那个舞台灯光都是我去资助的 我们法令并没有限制这个 所以除非就是说你要证明说 他的白狼里面所从事的任何活动里面 都是中国大陆 就很能证明 因为他的事业是特许的 特许的就是说我允许你经营这个行业 这是我没有官方的资金 所以这个真的蛮难的 那还有这个是用